新一项地地国小运动场边种了十七重黑板树 这几年哪已成为学校和部落都很统统的民优 地国小将向县府和议会提出申请 就能改种别种树木 对此校长陈昭明表示 黑板树除了有毒性、开花有恶臭 最恐怖的是它的根已经开始破坏学校的博肯 而且裂缝越来越大 那附近居民都很忧心 就能赶快来解决这个危机 黑板树因为生长快速 而且浓郁存活 加上有格林照应的功能 二十几年前普遍种在台湾的校园里 在新一地地国小校园就种了十七棵 这几年来却成为那学校与地方头痛的来源 虽然两年前进行矮化 还是无法和止黑板树对校园的危害 我们学校的黑板树 第一个它的根又深又广 所以已经开始渐渐的危害到学校里面的博侃 第二个呢是每逢夏天的时候 因为台风季节 那台风的风一吹 它的枝和叶四处的乱飘 也危害到我们民宅 然后也积伤到我们的村民 还有它的枝根叶 一起呢就是塞住我们的水沟 因为有时候台风季节的话 它或许会渗透到那个泪风那边 也有可能会说那个墙会跟着这样子倒塌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隐忧 还有这个黑板树 它开的话是很臭 由于黑板树属于家族陶科 树枝有毒 开花有恶臭 是一种不适合种于校园的树木 加上部落居民的不断请托 目前弟弟国小已经向政府教育处 业绩议会提出申请将改种别种树木 我们的原乡有很多原生的树种 这些树种呢跟我们的居民呢 从小呢就生长在一起 有包括构树、庆刚栗 还有包括我们的苦茶树 诸如此类的 我们希望呢 让它种植在校园原来的黑板树的位置 让小朋友呢也可以一面呢 学习我们这些树木的生态 还有呢学习呢 他们在我们布農文化里面的 有相对的地位 要处理这些已经在校园生长多年的黑板树 校长其实也感到不省 只是为了学生的安全 社区的平静 这17棵黑板树 势必得改种别种树木